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恐怖的故事 对 我们是讲可爱型的鬼故事 古灵精怪的故事 这个鬼故事里面的幽灵 是小妹演的叫做凯斯 但是她虽然是幽灵 她既不喜欢穿墙也不会发光 而且她跟她的鬼家人 因为一场意外的风被吹散了 在图书馆里 这一位九岁的小男孩鬼凯斯 认识了一个看得到她的幽灵小女孩 叫做克莱尔哦 而且她们怀疑 凯斯的哥哥芬恩 也在这间图书馆里 上一集的最后 那个突然发生的幽灵事件 会不会就是芬恩闹出来的呢 闹鬼图书馆 闻 陶丽 西列斯塔 巴特勒 翻译 范雅婷 晨星出版社发行 飞下 凯斯在踏地人小孩当中啊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的 她怀疑小朋友们看到的幽灵 就是她哥哥芬恩 芬恩真的在这栋图书馆里吗 这个时候 图书馆馆长 也就是克莱尔的奶奶啊 就走了过来 不过她不是来维持秩序的耶 让人意外的是 她甚至还加入了 讨论幽灵的话题中哦 这可不是第一次有人在这间图书馆 看见幽灵啊 凯伦奶奶用神秘的语调说 在我们这里还没变成图书馆前啊 就常常有人在这栋公寓里看到幽灵 当我想要买下这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房东简直啊 高兴得不得了呢 对啊 那个叫做什么鬼宅 凶宅被买走了 房东当然是很高兴 不过不论大家相不相信奶奶的话 很快的人群就散去了 趁着没有人呢 凯斯就绕着克莱尔飘来飘去 他毕竟是鬼嘛 一焦急就会讲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 我觉得他们看到的幽灵是我哥芬 不是芬 不要再这样想尽办法的欺负哥哥了 芬恩 好 但是听了凯斯的话 克莱尔看起来有点疑惑了 不太可能吧 我至少有一个月以上没有再看过他了 我觉得他应该已经不在这里了啦 但我确定刚刚那些小孩看到的不是我 因为我不会发光 也不可能是贝奇 他跑到书架后面去了 所以这里一定有其他幽灵 我要去看看芬恩是不是在这里 芬恩是哥哥 那个贝奇是老鬼嘛 就是原本就住在图书馆里 小妹爸爸演的那一个 凯斯说完就往儿童图书室飘去了 然后找哥哥了 克莱尔呢 只好喝上他的那个侦探记录本 放回后背包 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 我真的觉得芬恩 芬恩不在这里 芬恩对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也会帮你找找看 克莱尔很热心哦 凯斯和克莱尔啊 搜索了整间儿童图书室 文学类图书室 非文学类图书室啊 都看了 凯斯一直都飘上飘下的 搞得克莱尔头都昏了 可是呢 却没有看到芬恩耶 克莱尔呢 想说我们楼下的营业区都看完了 但你到楼上我们住的地方看一下好了 他就带着凯斯沿着回旋楼梯往上走 那是克莱尔他们住的内宅啊 可是一样都没有芬恩 凯斯叹了一口气 小妹叹一口气 嗨 很有力气的一口气 他们搜索了整栋图书馆都没看到芬恩 也许克莱尔没说错 芬恩早就离开了 凯斯的肩膀吹了下来 克莱尔慢慢的啊 走到他旁边 是只要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嘛哦 结果呢 他的手就穿过了凯斯的身体 啊 不要这么做 啊 怎么了 你的手穿过我的身体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穿墙的 哦 抱歉抱歉 不过你的身体里面有一点冰冰的耶 对嘛 他是幽灵啊 因为我是尸体 不是尸体啦 幽灵啊 这里没有尸体啦 不会有那么恐怖的啊 克莱尔呢 就把纪录本拿出来了 把这一点也写上去 就写 写什么呢 幽灵的身体冷冰冰 好了凯斯 其实我爸妈是侦探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自己调查你哥哥的案子啊 第一步就是从收集证据开始 What is 证据 What is 证据 What is 证据 不是 证据是什么 就是像指纹啊 脚印啊 医物纤维或DNA什么的 像这里是幽灵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是犯案现场哦 老幽灵被骑士 头号嫌犯 如果我们能找到属于他的东西的话 就能证明他是图书馆的幽灵 可是我不觉得幽灵有指纹啊 脚印有些东西 我们连地都踩不到 很快的就到了他地人的睡觉时间了 虽然百般的不情愿 因为正在办案嘛 可是克莱尔还是一个乖孩子的啊 他被奶奶带回了自己的卧室就寝 凯斯觉得他地人的这些行为真的很古怪 干嘛要睡觉呢 他们幽灵不睡觉的啊 克莱尔现在啊 躺在一个奇怪的大箱子上面哦 有一张大毯子盖住了他的身体 那是棺材 棺材是细血鬼躺的啊 那不是 克莱尔是人 那是床啦 盖了一个毯子在他的身上 不然会受凉嘛 那那只黑猫 黑猫叫做索尔 卷着身子 趴在克莱尔旁边的毯子上面 他呢 正瞇着眼睛瞪着凯斯呢 他要帮忙看守 才没多久 克莱尔就在那一个 凯斯以为是棺材 但不少是床 在那个大箱子上面 一动也不动了 太干了 没有嘎 睡着了 而且还从鼻子发出了小小的轰隆隆的声音哦 他要起飞了 没有 他只是大呼 凯斯真的觉得这一切太陌生了 他就飘得靠近了一点 好方便观察嘛 他看到克莱尔的眼睛闭着 整个人就像是开关被关起来了一样 原来这就是他地人所谓的睡觉嘛 又过了 又过了一阵子 克莱尔的爸爸妈妈才看起来有点疲惫的回到家 他们下班了 克莱尔的妈妈亲手亲脚的走进了他的房间 凯斯看见 喂食道逆流嘛 对啊 那要去给张医师看一看 跟爸爸一样 喂食道逆流 不是啦 他这个是触景伤情啦 他伤心了 他想妈妈了啦 幽灵是不用睡觉的 在等待新的一天到来前 为了打发时间 也想要再试着找一下分恩 凯斯又在图书馆里飘来飘去了 他在非文学类图书馆市 遇到了那一个绅士老鬼贝奇哦 贝奇他现在竟然拿着一本书在看呢 这个是凯斯第一次看到 幽灵有办法举起他敌人的物品 因为幽灵只能穿过去 你要把它捧起来 那个要真功夫的啊 可能因为贝奇是老幽灵了 所以他的武功比较高强啊 贝奇啊 他看到凯斯来了 就把书放下了 然后滑到了凯斯的身旁 他用手指压了一下头上的礼帽 踏地人 什么 我在图书馆里从来就没有发过光 我有二十几年都没有发过光了 真读假读 真读 绅士鬼贝奇耸了一耸肩这样说 我为什么要发光 你的朋友 那个小女孩踏地人 可以看得到我们 就让我够烦了 为什么我还要在其他踏地人面前现身呢 他不是我朋友 他不是你朋友啊 你们刚刚不是才一起玩啊 好吧 对 你们刚刚一起玩啊 他还吐着 不是 你还吐在他身上啊 如果贝奇不是图书馆幽灵 那到底谁啊 几个小时之后 好不容易等到克莱尔起床了 那个不是凯斯的朋友的朋友 起床了 凯斯就赶快飘过去 告诉他自己跟贝奇的谈话哦 我觉得这不见得能拿来当成证据 因为有时候啊 嫌疑犯会说谎 克莱尔推着还书车 走在前面 他一边分析案情 一边把读者还来的书啊 依照类别还有编号 放回正确的书架 凯斯飘在他的身后 不过呢 老幽灵贝奇啊 他都听到了啊 他就偷偷跟着他们嘛 他听到人家说什么 说谎不说谎啊 他就突然穿过 克莱尔面前的那面墙冲出来了 他把克莱尔和凯斯都吓了一大跳 贝奇大吼着说 你刚刚是在说我是骗子吗 你这个没有礼貌的踏地人小鬼 我不发光 也没说谎 他生气了 凯斯仿佛看到贝奇的耳朵都嘟嘟 冒出烟了啊 贝奇真的好生气耶 哎呀 不过突然间 图书馆又变暗了 这一次他们又同时听到了 谁来鬼叫一下 哈哈哈哈 不是鬼啦嗚嗚的那个 嗚嗚嗚 对 他们又听到了 鬼叫声了 快看 走廊传出了一个小孩的叫声 那里有幽灵 凯斯克莱尔和贝奇加快速度跑到黑漆漆的走廊 他们在盆栽上方看到了一个像幽灵的影子 但在他们之中 有人能靠近看仔细之前 小妹你在笑什么 你看小婢 哎呦 他们拍了奇怪的相片了啊 我继续讲故事 但在他们之中 有人能靠近看仔细之前 这个鬼影就消失了 怪了 凯斯心想 幽灵只要停止发光 踏地人就看不见他们了 没错 可是我是幽灵啊 问题是幽灵彼此之间 还是看得到彼此的嘛 怎么可能你现在不发光了 我这个鬼 贝奇这个鬼 都会找不到你这个神秘的鬼了呢 虽然不见鬼影 可是那一个嗚嗚的鬼叫声啊 还是听得到谁叫一下 嗚嗚 对 而且那个鬼叫声啊 似乎是从儿童室那里传出来的 贝奇跟凯斯还有克莱尔 就赶快用跑的和用飘的 飘进了儿童图书室里 一边飘 贝奇一边忍不住抱怨 这是我听过最糟糕的哭嚎声了 不管这个幽灵是谁 他真的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了 小前辈不满意啊 几秒钟之后 电灯又亮了起来 凯伦奶奶就图书馆馆长啊 又来了 她说 哎呀 大家别担心 幽灵娜已经跑走了 现在没事了 不过从图书馆的小朋友们的表情上啊 看得出来这些小孩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害怕 他们甚至有点兴奋啊 哎呀 你们俩现在不要天天快点说话 小臂你说 如果贝奇没有发光 哭嚎声也不是从他发出来的 那到底会是谁呢 小宝宝发出来的 没有啦 我早就说过很多次了 发光和鬼叫的不是我 是我 都不是 我才不喜欢搞事情 给自己找麻烦咧 对 小孩子好有礼貌 你说一句他回一句 我只希望能够在同一个地方 待着不被人发现 这样谁都不会打扰到我看书了 哼 对 你们哼什么啊 贝奇哼就好了 反正贝奇哼了一声之后 就飘回了工艺室后面的墙壁 就又穿过去了啦 他就不跟你们玩了啊 留下了克莱尔和凯斯 我觉得贝奇说得很对 他让我想到一个好方法 我知道怎么做才能抓到图书馆幽灵了 克莱尔和凯斯究竟要用什么方法 来抓住这个图书馆幽灵呢 轻轻的躺入 温暖的被窝 在我们家的水浅故事 慢慢听你诉说 爱哭的公主 爱生气的小怪兽 也拉喷他的绵羊朋友 最后相见都没有 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啦 你们跟小朋友说一下 他们两个录音都不专心 一直在嘎嘎笑 笑什么 你看爸爸 他们还帮爸爸照的奇怪 他们一直用奇怪的软体 帮大家照相 然后把大家脸扭来扭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如果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软体 你再跟小妹妈妈说好了 就脸可以变形什么的 好因为小比难得回来嘛 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 他们两个就一边录音 一边贴贴一边玩了 有一点不专心 请大家见谅 好下个星期是 闹鬼图书馆的玩节篇了 我们大部分比较长篇的故事 就是顶多做四集 所以下个礼拜就最后一集了 也请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我们家的 睡前故事的粉专 正在进行 诚心文化的团购 就是有这个 闹鬼图书馆全套 另外还有之前 大魏威廉的小说 你们还记得吗 神偷阿嬷同一个作者 大魏威廉的 坏小孩啊怪小孩啊 神偷阿嬷啊阿公啊这些 通通都在我们的 诚心文化的书团特价中 想要知道相关的消息 请上我们家的 睡前故事的FB粉专 就可以用最特惠的价格 买到这些好看的童书哦 而且你就可以知道 结局是什么了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Podcast不能讲结局的啊 好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你看爸爸是玉米笋 你才是玉米笋 你才是玉米笋 用你强壮的笔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好听吗 希望你喜欢 如果想要用叮叮当当的方式 鼓励我们 你可以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里 找到一个赞助连结 点下去 我就会变成大富翁了 小妹 不会变成大富翁了 但是有了大家的赞助和鼓励 我们可以制作更多好听的故事 小妹一家说故事的路 才会走得更长久啊 妈妈还会不定期制作特别节目 感谢赞助我们的你哦